你們好, 我是Uncle Ray 今天和大家見面 希望你會喜歡這個頻道 如果可以的話, 給點支持我 請訂閱、讚好或分享給朋友 還有, 記得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留言給我 今天, 我和大家示範一個很簡單的菜式 是日式薯仔燉牛肉 這個菜式是日本的家常菜 差不多家家戶戶都會做的 如果你有看日劇 很多時候, 女主角或媽媽都會做這個菜式 聽說, 如果在日本, 一個女生不懂做這道菜 是很難成為一個賢妻良母 其實這個菜式正確來說 應該是叫做薯仔燉肉 它的主角不是夠肉, 而是夠薯仔 肉方面, 我選了最簡單的打火鍋牛肉 但是, 其實你可以選擇豬肉, 或者是雞肉也可以 有些食譜會選豬腩肉, 又或者是牛肩肉去做 但是, 我自己就貪快, 所以選了薯牛肉去做 有些人會加些舉藥, 又或者是加些胡絲下去 但是, 我就保持最簡單的方法 即是肉, 薯仔, 洋蔥, 和蘿蔔 做這個菜式一點都不複雜 第一件事, 我們先幫蘿蔔和薯仔劈皮 薯仔劈皮很快就會氧化 會變得黑黑啡啡 所以, 一劈皮就要盡快放進水裡 我自己久不久都會去書局 又或者在網上找資料 看看每道菜, 背後和來源究竟是怎樣的 據聞這道菜是一個日本的海軍將軍 東香平伯郎引入日本 東香平伯郎在英國讀書的時候 吃過一道燉肉 他回到日本的時候 就叫廚師跟著他說的東西去做這道菜 當時的廚師又未見過這道菜 而又沒有葡萄酒和其他醬汁 唯有用他熟悉的豉油和糖來做這道菜 其實都幾時我是說吃西餐製的豉油扒 雖然豉油扒不是特別的菜式 但如果我們很久沒吃 我會突然想吃 然後洋蔥就批皮, 然後切大粒 因為燉煮的時間都比較久 所以洋蔥就不會切得太細 要不然煮完你會發現不見洋蔥 蘿蔔, 滾刀切粒備用 然後薯仔就要切大粒 千萬不要切太細 要不然燉煮之後什麼都沒有了 切完之後, 記得要等到水裡 要不然到時又變色了 不要看了 選擇的牛肉始終有些油份 要不然煮太久 牛肉會變得很粗 大約切兩吋長 當它煮完之後, 縮了水 大約變成一吋 我自己跟過兩三個師傅去學煮這道菜 大家做的方法都略有不同 有些就先炒菜 然後再丟牛肉下去煮 但是我學的方法就是先炒起牛肉 我覺得先炒起牛肉會比較香 高火起鑊, 等鑊熱了才好炒牛肉 還要不要一次過炒完 要分幾次炒 如果鑊和油不夠熱下去炒 牛肉會出水 牛肉炒到半生熟 然後裝起它, 備用 然後我加些洋蔥下去炒香 然後再加一些紅蘿蔔下去, 拌勻 其實正確一點來說 我炒的是甘筍, 不是紅蘿蔔 在出入市場看到一包包, 包得很漂亮 然後細細條的, 就叫甘筍 你看到大大粒, 外面很多泥, 才叫蘿蔔 這次我做這道菜, 比較簡單又快捷 所以我用的牛肉, 選用邊爐牛肉片 但是如果你選擇的, 不是用牛肉片 是用煮得比較久的牛肉 例如牛肩肉切粒 千萬不要放薯仔下去 薯仔煮到爛了, 牛肉還未煮 接著我加入日本的高湯下去煮 塗一下它, 然後加糖 大部分日本菜都會用到糖 因為我們調味, 對甜味是最敏感的 當菜式帶甜的時候 直覺上, 我就會覺得這個菜式比較好吃 現代人要減糖和減鹽 所以日本方面, 開始找其他代替品來代替糖 例如金酒或甜菜糖 有機會我都會介紹它們的用法 煮一會後, 加入青酒或料理酒 再加入味淋 煮一會後, 加入濃厚醬油 如果你想知道多點 有關醬油的分類和用法 上面有條連結, 開啟進去看看 煮一會, 如果你看到有些泡 就可以撈起它 接著, 我就加醬培子落蓋 在菜上 慢火煮15分鐘 有些師傅會把牛肉在這個時候 等下去慢慢一起炆 這樣的做法, 就會令菜式更入味 因為他們覺得 菜和薯仔才是主角 但是, 牛肉煮這麼久 我就會覺得比較粗和不好吃 亦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要用肥牛去煮 15分鐘過去了 我就拿針來試試薯仔 和蘿蔔軟軟 軟軟的話, 我就把牛肉放進去 很多居酒屋都會有這道菜 但他們的牛肉都會早點放進去 當客人下訂單, 就可以馬上拋出來了 加了牛肉之後, 煮多它5分鐘 煮多一會, 我就加入漏醬油 其實漏醬油有點像我們中國的老抽 但味道就比老抽鮮味很多 漏醬油是用來加色和加味 一般是煮到差不多最後才加進去 加完漏醬油之後, 就蓋上烘焙 焙子落蓋, 關火, 等待休息15分鐘 15分鐘之後, 我們嘗嘗味 然後看看要不要再加點醬油和糖 我跟過幾個不同的日本師傅 其中一個師傅教我的是 所有燉菜煮完之後都要休息一下 半個小時到幾個小時不等 休息過之後, 菜的味道會完全融合 吃之前煮熱就可以了 這個薯仔燉牛肉就煮完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是Uncle Ray, 希望你們喜歡這個頻道 如果你喜歡的話, 請按讚, 訂閱, 分享, 還有按鈴鐺 多謝你們的收看, 希望你們多多支持我 希望很快我們又再見面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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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